第一个210这一题 这个合并第一季至第四季爆表 开启这个档案 开启之后的话 第一个 第一季到第四季 你会发现 他们的这个要做的部分都一样 因为我们要计算的部分的总计 平均总计标准差 位置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跟前面有一题 计算那个成绩的那一题 就是在我记得好像是204那一题 那你可以先点第一季再按shift的键 再点第四季 这样子这三季的工作表 都会选取起来 按shift的键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在 他要我们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 要我们第一季到第四季 这个选取千位数值 那四季工作表这个地方 就是说呢 他要把什么呢 这个后面的什么呢 他的签以后的这个数值的话 做一个什么 无条件舍去 然后呢 他要用的就是run down的函数 那用什么方式 可以一下子 把后面的这个签 有没有 签锋的这个数值 立刻变成0 那他这边有提示 就是用所谓的run down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在H2的这个储存格上面点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在插入函数地方 找到run down 那全部里面输入一个R 按一个R 就是run down 往下找 run down应该在这个位置 好 接下来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个资料呢 来自于1月份 就是B2的这个储存格 然后再把它展开来 那他要做的公式 就是说呢 要把后面三个 三个 他要做的公式